再来看到花莲慈济科技大学设有五专部护理科原住民专班 就学的费用是全免 那么校方在12号和卫福部玉理医院来签订合作一项书 再增加50名的原住民以及新住民子女公费名额 那么在毕业之后是可以直接工作 慈济科技大学今天和卫福部玉理医院正式签订人才培育合作一项书 透过产学合作提供50名公费生的名额 让华东地区国中应届毕业生的原住民新住民子女就读 福利比照原住民专班免学费免学杂费住宿费等等 每个月还能够领有新台币3000元到5000元的零用金 医疗资源的缺乏尤其是医护人员的外流 造成我们华东地区很多医院都短缺了医护人员 那为了能够弥补这个缺口 王院长跟我有一个共识 就是能够向卫福部还有教育部来申请医护专班人员 招收本地阿美族的原住民还有新住民的子女 能够来参加这医护专班的受讯 我们也希望说这一个专班的话 因为我跟王院长这边也有在了解 就是说这边也很需要大量的尝照人力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专班的话 除了我们的课程会以护理的专业培养为主 我们也会去加强到尝照的专业 希望这样的部分的促成能够让它无后部之忧 又可以是多赢 那这样的专业尤其是在慈激这样的人文素养之下 我自己也是慈激人员会议士 所以我很相信听过这样的人文巡逃之后 是很有爱心的一群专业人员 那这样让我们的病友得到最好的照顾 这是我所期待 慈激科技大学自1996年设立五专部护理科原住民专班 每年提供100名招生名额 慈激大学校长罗文瑞也说 化动地区高龄化严重 未来课程除了是护理专业培养 也会加强尝照培育 未来学生除了是护理师工作 也可以往尝照发展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